各位亲爱的伙伴们 大家晚上好 那么今天晚上由我来和大家分享 我们盛其诺的商业机会 我们大家都在追求生活的品质 和保持想追求美好的身形 并且活得健健康康 但是在现今的社会 如果你看一下你的周围 你会发现我们身体健康 已经大不如从前 要健康状态比比皆是 那包含我们很多退化性疾病 来得越来越早 来得越来越凶猛 好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让我们来思索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饮食结构吧 要是同源是我们很久以来 都懂得的道理 那么在过去的时候呢 我们都吃了大自然的恩赐 吃了大自然的食物 那我们的食物当中呢 因为是大自然给我们产物 所以没有后天人工加工的 一些因素存在 所以我们食物当中呢 它含有很多的维生素矿物质 包括一些微量元素 那这些呢都是我们人体细胞所欢迎的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 我们现在的食物是什么样 我们那些家禽 我们的那些流洋 它已经都是圈养的了 不再是在这个田野中奔跑的了 那么他们吃的食物呢 是人工的饲料了 已经不再是大自然的一些 一些这个农产物了 好那看看我们现在的这个食品 我们的饮食结构 现在我们讲我们食物当中 快餐已经是越来越多了 因为现代人都很忙碌 所以说在快餐加工的过程中 它不仅损失了我们身体中 所应该有的维生素矿物质 那么还更多的带给我们身体 就能饮食结构中能对我们身体 所产生危害的一些物质了 好我们了解一下 人体中最两种最重要的脂肪酸 Omega 6跟Omega 3的历史吧 好我们讲我们人体 有很多脂肪酸组成的 其中有两种 就Omega 6跟Omega 3特别重要 为什么呢 一个它是我们人体所不能自我合成的 但是又是人体必须的 所以它只能通过外界的食物做补充 我们人体DNA设计是 Omega 6跟Omega 3是1比1的比例 那么我们想想看 在古代的时候 比如说在170多年以前 那我们人体就是最原始状态 Omega 6跟Omega 3是1比1的比例 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 属于工业革命的兴起 好那么现在来讲 我们人体当中 已经Omega 6跟Omega 3 因为外界食物的我们摄取的不同 饮食结构发生变化 已经达不到了 1960年是个转折点 那1960年 我们Omega 6跟Omega 3 已经达到了4比1这样的比例 好那么到了现在2020年 我们绝大部分人的比例是15比1 25比1 甚至我看过一个最高比例的 一个一位女性 她是80比1 是80比1 好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张图上 我们左边这是纯天然的食物 包括我们这些鱼 都叫野生海鱼 或者是河鱼 好那但是我们右边的话呢 很多都是刚才我提到的 是圈养的 是人工饲料喂养的了 好那么还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这个快餐了 快餐来说 这个对我们身体中能产生 因为我们摄取了过多的Omega 6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Omega 6跟Omega 3不平衡 对我们身体能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 最主要的我们讲 我们人体中最主要是大脑部分嘛 对吗 好如果是Omega 6跟Omega 3出于失衡状态 那我们大脑它会减退我们的脑功能的 大家就知道 为什么我们记忆力的衰退的年龄 是越来越年轻了 好那它对我们的发质头发是有影响的 它对我们心血管也是全部都有危害的 那么对我们五脏六肺的功能的减弱 它都是要它都会减弱的 好那包括对我们的关节都是有很严重的影响的 看一下它 为什么Omega 6跟Omega 3的失衡 会造成我们身体中那么多的伤害呢 大家看一下我这个画面上左边这张图 这是什么 这是个细胞 我们人体是有很多万只差不多60到80兆的细胞组成的 好那么细胞呢 有细胞膜细胞核等等组成了 那么Omega 6跟Omega 3的失衡 它就严重影响了我们细胞膜的平整 细胞膜的流通性 细胞膜的光滑 好那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 因为我们细胞膜起的最主要作用是传导作用 它可以将营养元素传导进我们细胞核类 营养我们的细胞能保持细胞的活力和健康 同时的话呢 它会把一些毒素和一些杂物从细胞核类排出 所以说我们细胞膜在人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如果你的Omega 6跟Omega 3不平衡的话 它就会这样的功能传导性的传导功能 它会减弱 它会减弱 好那我们大家看一下什么是个健康的细胞膜呢 这是我右边的这个绿色的这张图 但它表面是光滑的 是这个流动性比较强的 它是一个通透的 那并且也是很柔软的 这就是个健康的细胞膜了 那如果是Omega 6跟Omega 3达到平衡状态的话呢 那我们的细胞膜就是您看到的这样子 所以它很容易让一些营养物质进入 同时呢让一些杂物排出了 那么现在我们讲了我们很多人 绝大部分的人处在危险区域当中 那为什么叫危险区域当中呢 因为我们体内Omega 6跟Omega 3失衡了 因为我们Omega 3在体内的水平不够了 那因为我们的饮食中多分摄取的不足了 还因为我们美生处第三个含量也低了 所以说很多人处在亚健康状态 这是你所看不见的我们内在的一些危险 那么我们看得见的只是表面上的一些表象 那么现在我们科学家讲了 人体当中Omega 6跟Omega 3 这两种波保和脂肪酸 我们比例什么时候人体是处于健康的呢 是3比1或者以下 但绝大部分人在15比1 也许您更在25比1 这样的一个标准了水平了 好那如何知道您身体中脂肪酸是否平衡呢 如何知道您的内在有危险呢 我们有一个叫肝血测试法 能测出您身体中11种脂肪酸的含量 好我们现在已经做了超过60万人次的试验了 您不是第一个 这个肝血测试呢 是由罗威的一家独立实验室VITAS 它帮助我们的顾客做的 那罗威这家VITAS实验室呢 它非常非常的棒 因为很多它和很多的科研机构 和一些大学都是一个合作关系 我们公司呢也是VITAS一个顾客 好它和哪些公司或者说和哪些学术机构 是一些合作伙伴关系呢 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说是剑桥大学呀 哈佛大学呀 奥斯陆大学呀 这等等有名的这些大学机构了 好你学业测试测什么呢 能测出能力身体中最主要的六项指标 Omega6跟Omega3的平衡度 是不是在3比1或者以下 您身体那个脂肪酸对您身体的保护值 是不是在90%以上 我看过很多朋友的保护值是为0 为0就意味着它的免疫系统非常差 好那还可以看到您的Omega3的指数 是不是达到8%以上 这些达标的标准 好Omega3的缺乏和很多种慢性疾病 都有直接的关系的 也看一看您的精神抗压能力如何 也看一看您的细胞膜是不是通透的 是不是柔软的质量如何 也知道您身体中AA的水平了 好所以说我们的报告呢 你可以用你的手机或者电脑 就可以获得一份完整的报告 OK然后呢 你可以不断地跟进您的身体状况 你可以多次测试 每四个月120天就做测试 能知道您身体的完整状况 好经过我们60万次的人体试验 这大数据显示 我们现在全球有平均91%的人群 它都是不平衡的 都是处于亚健康状态的状态的 具体的呢 在欧洲有95%的人群都不平衡了 澳大利亚98% 尽管我们生活在澳洲 我们是好山好水 然后有好的食物 有好的空气 但是仍然有98%的人市售价健康的 那么在美国更加多了 是99%的人群了 我们具体看一下这样的数据吧 那么在欧洲呢 只有5%的人群 它Omega 6跟Omega 3的比例 可以达到3比1或者以下的 这也是我们科学家的建议了 那么有20%的人群呢 平时它是补充了一些Omega 3的产品 比如说一些胶囊类的一些鱼油 但是它的平均Omega 6跟Omega 3比例 还是达到7比1或者以下了 那么那些75%的人群 从来没有补充过Omega 3 散事补充剂的呢 它的整个比例那就更加糟糕了 都在15比1 甚至更高的这样的一个比例了 发现了问题 我们有办法去解决吗 有的 我们盛西洛公司 给我们每一位顾客 我们有个承诺 我们能帮助您在120天当中 让您的Omega 6跟Omega 3的水平 能接近或者达到平衡 好 那这是由我们的科学委员会 这个世界上在Omega 3领域 最著名的一批专家们 为您去研发以及生产的这批产品了 所以我们公司的话呢 科学委员会以Dr. Paul Cladden为首席科学家的科学家们 他们研发了我们平衡油的产品 研发了我们一个干血测试 那么也研发了我们一些后续的产品了 所以说如果是您首先发现了身体的问题 然后我们好好吃 我们兴趣乐公司提供的这 那个以下的 我会给大家介绍的几款产品的话呢 您能保证您的健康 在120天的以内 能达到或者接近健康状态 好 这呢 在您眼前呢 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最全头的产品 它叫平衡油 平衡油它这里面我们有橄榄多酚 那么橄榄多酚呢 大家可能很多人知道 知道了茶多酚 也知道白银露醇 也知道葡萄精华 所以橄榄多酚呢 和它们这些物质是一样的 是强康氧化剂 它能保证您的体内 一些自由基的减少 和保证我们的细胞 能不受侵害的 是这样的物质 那我们这个平衡油里呢 当然最主要的还有Omega 3了 Omega 3里面最主要成分 一个叫老黄金 就DHA和EPA 我们通常叫做血管的清道夫了 所以它能帮助您维持 整个积极的健康了 当然我们还有维生素D3 那么现在人们对D3的认识 除了它能帮助我们钙的吸收以外 最重点它能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的 当然我们还有维生素E 维生素E这样的强康氧化物质了 好 那我们的饮用方法非常科学 是按照人的体重去设计好的 所以说您一公斤体重乘以0.15毫升 就是您一天的用量了 那么这里面的味道的话呢 我们有现在在香港市场有两种口味 可以选择全都是纯天然的一些调味剂的 在这里面的 好 那我们公司产品呢 在北欧市场已经很多年时间了 所以说我们拥有全部的认证 我们可以给你提供的是高品质的产品 我们有生产线 有GMP的认证 我们有友好海洋的认证 那么还有运动员可以吃的 一个运动员食用的认证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那还有我们亲针的认证 我们全素的认证 那包含我们全天然的 无任何添加剂的 飞转基因的等等等等认证了 好 那这里面呢 我重点要想大家提 那个提供一组数据 好 那很多朋友说了 市场上有很多的余优产品 我为什么要选择顺其弱 好 那么这里您就看一下 因为我们的产品经过科学证明 我们可以保持它的新鲜度和有效性 它比任何市场上的同类产品 它都要强得多 大家看一下磷虾油 那么我们讲了 这个Omega-3 这个膳食补充价 Omega-3这样的物质 因为它叫多炼不饱和脂肪酸 所以它非常脆弱 它很容易被氧化 当你氧化了以后 它就没有 对人体就没有效果了 那么大家看一下 市场上绝大部分 一些磷虾油的产品 它的抗氧化的时间 是五个小时 那么如果您在吃胶狼 那么龙缩胶狼的 Omega-3的产品 它的抗氧化时间是九个小时 那么如果您在吃 胶狼状的鱼干油 它的抗氧化时间是十五个小时 那你看一下我们的平衡油 我们的平衡油的 它的抗氧化能力 可以高达三十五个小时 因为这里面我们加了一个强抗氧化剂 橄榄多酚 这是我们公司的专利配方 OK 那我们的细胞要通过二十五个小时 才能把这个Omega-3的里面 最重要的EPA跟DHI完全吸收 所以说我们的产品足够能保护你的细胞了 这也是我们产品跟别家产品 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好 那么我们的试验表明 经过一百二十天以后 您好好享用我们的平衡油产品 这其中有95%的人群 它的指标能从危险的红色 变成了安全的绿色 通过一百二十天的时间了 我们产品谁能享用呢 所有人 六个月以上的婴儿 一直到老年人 因为我们产品中 这里面含的这么多的元素 它是为使所有人保驾护航的 比如说我们的小朋友小baby 他的大佬在发育的时候 他需要补充DHI了 所以他一定需要我们的平衡油产品 那么如果是在青少年期 他要提高他的认知能力 他要让他的行为变得更加规范 他也要需要补充EPA DHI了 那么如果是我们怀孕的妇女 他更加需要了 因为他要保护自己的大佬 所以他需要DHI 同时的话他要抗炎症需要EPA 他也需要保护他胎中的小baby小胎儿了 他也更需要了 那么我们成年人的话 普通人需要保护心血管 需要平衡油了 那么老年人再加上了关节了 所以他更加需要 所以我们的产品适合于所有人 下面这是18个健康声明 是由欧洲食品安全局批准的 最主要有三大项 那我们平衡用产品的话 能保证您的大佬的正常功能 能保护您的心血管的正常的运转 同时它能提升您的免疫力了 剩下还有十多项 比如说它能维持你正常的血压 它维持你正常的血盖水平 保护骨骼 甚至保护你的牙齿 头发等等 降低你的胆骨醇水平等等 那我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不再一一例举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么多画面中这么多运动员 好 那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因为我们的产品是运动 有运动员可以试用的认证的 所以说我们在欧洲有很多世界级的冠军 都在享用我们的产品 那我们公司同时也占助了一些运动队 那么这些运动员 享用我们产品的时候 他同时帮我们产品做了一个代言 因为他们自己享用我们产品以后 觉得非常棒 所以他们自我去分享了 那无信中也是我们公司的一些代言人了 当你提了脂肪酸 Omega 6跟Omega 3达到平衡的时候 是您健康的第一步 那么我们还有其他的后续产品 来帮助你更加维护您这样的健康 这有一款是我们讲的革命性的 一个出炸的橄榄油 它跟市场上所有的普通橄榄油 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这里面 橄榄多酚的含量高达30倍 比普通油高达30倍 大家知道橄榄油中最有效的 最有用的就是橄榄多酚了 因为它强康氧化剂 所以每天你只要使用5毫升 就能保证您的细胞 能免受自由基的侵害了 这个产品的话非常棒 也是限量版的 我希望大家看到的话 千万不要错过了 还有一款精华露 我自己每天都在使用的 我已经使用了一年多时间了 非常非常好 这款精华露 它除了跟普通的市场上的 同类产品都有的一些功能以外 比如说能滋润你的肌肤 增加皮肤弹性 然后它减少细纹和皱纹 最最重要的 这里面有个叫贝塔普聚糖 它是能提高皮肤的免疫力的 这个是非常棒 那我们公司也做过一个试验 我们是25个人 自愿者是做了试验 那么经过这个60天 他们想用我们的精华露 和想用别人家的精华露 以及想用我们的精华露 加上平衡油 它的皮肤变化 下面我把数据告诉大家 那么这组人当中 分成三组人 一组人是使用我们的精华露产品的 60天以后 它皮肤的弹性 弹性这个能力 它增加了18% 第二组人呢 他在享用我们的这个精华露 同时他喝平衡油了 所以他的皮肤的弹性呢 更加好 因为平衡油对皮肤 也是特别棒的 它的整个的弹性 增加了36%了 另外一组人呢 他用市场上普通的一些 这个精华露护肤品 它的整个的皮肤的弹性 它没有生 反而降了5% 这就是给大家提供的 这一组数据 我自己的话把精华露 作为我一个晚上的面膜 晚上的时候我涂得厚厚的一层 早晨起来把它洗了 就特别特别舒服